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兽两个 北京时间11月14日凌晨 刚刚结束了一场UFC比赛 是与我国选手孙亚东对着美国选手阿尔赛的比赛 孙亚东成获得巴西罗素公开赛冠军等等 赛前孙亚东的战绩为23战17胜 可以说现在你才只有23岁的孙亚东 也是我国综合格斗朗朗升起的新鲜 孙亚东也被全民们誉为功夫猴子 而这个阿尔赛来头也不简单 阿尔赛成获得ROC除量级冠军 赛前阿尔赛的战绩为21战17胜 阿尔赛的职业生涯从未被KL过 可以说实力也是不能小叙道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直到一次 近期随着李景亮和张维利的相继落败 这一辆中国格斗在UFC中门下了一层阴影 不过本场比赛孙亚东已经打破了这个僵局 比赛上阿尔赛先是以后手拳试探 不过孙亚东也毫不失落 马上以连续中拳还颜色 而后阿尔赛以松门的中段扫踢暴踢孙亚东 不过孙亚东马上以组合拳打了回去 紧接着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拼 接下来孙亚东开始发力 以一套连击打了对手一个死量危机 不过阿尔赛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马上以高扫回击 而后阿尔赛被孙亚东以连续中拳打退了好几步 紧接着孙亚东以连续中拳将阿尔赛渐渐逼到了龙边 不过阿尔赛马上以前手拳回击孙亚东 接下来双方二话不说 马上进行了激烈偶游凶门对拼 而后孙亚东很快抓住机会 以组合拳中击了对手的面部 紧接着在面对孙亚东的高扫 阿尔赛也马上以重拳外加高扫往回迎面 第二回要开时候 双方暂时开启了互拼模式 真口味是忽不相拉 接下来阿尔赛以低扫险些将孙亚东踢倒 不过孙亚东马上借助连续中拳的掩护 似乎在等待时机的出现 往后只见孙亚东抓住机会 以高扫将阿尔赛踢飞踢梦了 最终孙亚东抓住机会 以连续中拳职业Q对手赢下了比赛 裁判冬刚怕了马上飞升叫停的比赛 阿尔赛也被彻底搭场了 全场比赛下来 孙亚东爆发 仅仅又生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对手残暴KL了 孙亚东也掌握了自己在EVSC中的两年胜 孙亚东也用这场勘惨淋漓的胜利 却为中国格斗争弃了一半 只能说孙亚东真是还要很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期的第一次 有我大嫂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